嘿嘿 歡迎大家回到最新一集的TheraformerCraft 啊 不是啊 我聽過影片 是的 歡迎大家回到最新一集的TheraformerCraft 那 經過上一集之後 看到大家的反應都好 那我就繼續拍下去了 那 好 那我們就繼續嘗試我們做過的東西 那 上次計算 差點燒完監督之後 那 我們就 做了這個 陶瓷的帽子 那我們先進去出來 首先有一個瓶 那我們就裝一些液體 裝一些金屬 那我們待會可以弄一弄 那 接著呢 我們還有一個水壺 很重要的水壺 然後呢 還有一個帽子 這個是 金屬探測器的帽子 這個是一個稿的帽子 OK 那 我們就先弄著 那 我們就把它拿回去 OK 喔 ね 我們先把它放下 按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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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呢 那我們今天呢 就做我們第一個弄金屬器具 好了 今天我們要做金屬器具 那我就在光 videendum的話 已經修正了一些金屬器具 我們就可以開始製作 因為上一集大家看到其實在找金屬比較困難 好,我們現在就開始製作 我們也是先拿一些原料 因為那個也要在剛才那個燒在我家的火爐裡燒 所以我們就要一些稻草 先拿一些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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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再砍一棵樹 我們要製作的不單是一種金屬 因為我根本就是不夠單一種金屬做 而且它可以製作合金 合金的外角度也會比較高 同時在外角度和速度上也會比較高 那如果金屬的合金是怎樣合成的 那就要檢查Wiki 因為其實它在這裡也沒有說 其實它也是很大程度的靠Wiki 好,那今天我們要製作的就是 拿一個瓶出來 然後放一些金屬 我們就要放100個瓶的金屬 很簡單 那我這次會製作一個叫做Black Bronze 我們就要打出來 Black Bronze的東西 對 那我們這樣 之後我們就會有一個 要 要90%的銅和10%的星 那我們要星 星即是這隻 叫做 Case Considerite 然後再加8個瓶 這個也是瓶的 我們就這樣加進去 是不是 好像是20%都可以 等等 不對 是要90% 那就這樣 這樣 加上100個瓶 加上100個瓶 就可以製作 這個 Black Bronze OK 好 那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同時 我們就 那些 Case 就不要浪費了 再加上一個水壺 因為水壺 是會有機會 當你有一次喝水的時候 會飲爆 所以 再加上一個二備不時之需 好 那我們就再加上一個 鋼 應該要加上一個鋼 應該要加上一個橙 這樣 哎呀 浪費了 這樣 再加上一個 神經病 這樣 這樣 現在要加上一個橙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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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同樣 同樣 記得 這個也是要看準時間回來的 因為 如果不是 金屬就會瓶了 它真的 也會計算時間 在某個時間之後 它們的金屬就不會再被你倒進去 因為你燒完之後 一開始就是液態的金屬 但是 當你過了一段時間 它冷卻了 就會變成固體的金屬 所以 要再燒過 這樣就很浪費材料 OK 好 接著 我們又是拿出火箱 來 這樣 燒 起火 起火 OK 完成 現在 它燒八個小時 這裡是十三 我們是二十一 二十一 希望 沒有怪 對 然後 我們 出去 再看看 我們有沒有 夠材料 因為 之後 我們還要做一個 因為剛才也放了一個 Pick X 然後我們還要做一個 Pick 我們叫做 Pospector Pick 那就是 做一個 金屬探索在地上 這樣就會 跟你說有沒有 読書 OK 好了 那我們就看看 夠不夠 我們要多一百個 我們可以試用 Native Gold 和Native Silver 來做 對了 那 Native Gold 和Native Silver 做出來 叫做 啊 剛才說出來 這個才是Black Bronze 的東西 就是金 加銀 加銅 做一個黑青銅 那我們現在 剛才 剛剛燒了那個 就只是青銅 即是 銅加星 這樣 就是製造一個 普通的青銅 那我們現在要製造一個 黑色的青銅 我們要50% 的Cobra 25% 的SILVER 和25% 的GOLD 或者 10-25% 的SILVER 我們這裡有20% 這樣 好 那我們就還 這裡有 4個TetraHedra 那 就是我們呢 還差 多少 一個 哎呀 竟然是 一個 嗯 行不行呢 不行 那我們就要出去找 我剛剛記得我們在這裡找到的一個 所以應該這裡附近可能有 看看 先看看 有沒有呢 先看看 有沒有呢 啊 今天呢 我上一集都說過了 如果沒看過第一集的 就快點去看第一集 不是 第一集有很多很重要的基本知識 那就要選一選 如果沒看第一集的 就快點去看第一集 雖然有點長 但是 對你一開始來說是很有用的 那 如果沒看 也有興趣玩的朋友 就快點去看看 究竟有什麼事 OK 好 那 然後呢 我們就 做一個橙 包得很快 這樣 然後就做一個 CLAE 剛才用CLAE也用得很快 CLAE 不是好像石頭一樣 是一個一個用的 但是 CLAE是5個5個用的 所以CLAE是永遠用得比石頭更快 所以 所以 我們在有空的時間 就多坐一些CLAE 然後呢 我們就這樣 OK 好 然後我們就要去找 這個 銅 對嗎 嘩嘩嘩嘩 嘩嘩 好危險的感覺 就 不對 先找食物 對呀 沒有食物 好 我不想殺了那些雞 因為 動物殺了 牠也是不會自己 SPAW 所以 我們就要 看著那些食物 來做 那這裡 那些 會有 沒有 有 有沒有什麼可以讓我先吃 先 找了食物 上面 撞到水 應該不行 天黑的 算了 那我們 回去吧 這也是 非常恐怖的 天黑就回去 記得 幾斤幾斤 天黑一定要回家 OK 看看周圍 如果再看看周圍有沒有食物 好 好像沒有 嗯 那就算了 那我們就回去吧 那我們就 回去之後 就等一等 那個 那個 那邊的食物 燒好呢 那我們就跟它過來 幾點了 還有三個小時 那我們待會回來的 啊 燒好了 看看那邊 好那我們就 快快走走 好 衝過去 衝過去 其實我們隱自己是 小 bracelet 屎 功能 然後 這個 雱 好像滿足的白帽 appliances 一旁 在吧 所以 我們把 裡面拼 nein 後 Vielleicht 稍後 是 好像 也 有 fishermen roaming Harley 2. 我好像發覺好像還沒得到 先把火把 OK 按一下就OK了 安全一點的感覺 晚上就可以在這個範圍內活動了 我們趁它還在液體的時候就快一點 我們就要打開這個 然後你看到裡面有100個輪胎 我們就拿出PickX 我們就開了這個界面 然後把PickX倒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它開始倒 它就會倒到100個輪胎 它就會有一個PickMode Blonde 這樣它就可以再Craft一次 它就可以拿出PickX的頭 但毛呢通常都是會爛掉的 所以我自己拿起它 好厲害 有第一把PickX OK 好 接著我們要做的就是 等第二燒天光 我們再去採一些 啊 採一些 金嗎? 不是 採一些銅回來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做事了 OK 那我們就把這些的放在這裡 那我現在在這裡撿東西 那我們天光再出去再找那些 鐵 好嗎? 不是 鐵好嗎? OK 好的 its a whole day 我們要繼續出發 那我們今年的任務是 只要找一顆銅 一顆 唉 或者一顆我們要去走這樣 再說一次 啊 最重要的是找食物 啊 看到有水? 那可以先裝到水 parece 太好了 先喝水 好,接著我們就出發去找銅鑼 我們到處看看究竟有什麼 我們再跟大家簡介一下這些岩石 你看到它有一個名字,這個叫Chuck Rock 它也很像很真實一樣,它有不同種類的石頭 它應該有二十多種類的石頭 它有分熱成岩石 總之我都不記得,Ignuous Intrusive 在不同的岩石之下,它有不同的岩石的化學物質 就像真實一樣,有不同的岩石化學物質 這樣才可以選出不同的礦物 我們也要塗一個表格 如果你發現你的位置沒有礦物質 你繼續去找,也只是耍心的 看看這個應該是銀 對了,沒有什麼用 也只是耍心的 所以我們先看看 我們先看看 這是我們跟著了嗎? 還是我可以拿嗎? 嗯,還沒拿 噢,可以吸引的 好,在這裡 好,這樣呢? 有點危險 我們不要站在這裡 你聽到呢 有些泥土掉落的聲音 那就是,如果要站在一些不穩的地方 它是隨時會有機會降下來的 包括這些洞穴 所以呢,盡量還是不要走過這些位置 這個應該是煤 這個應該是煤 這個是煤 對,好的,我們現在有匹家手去掘些煤 OK 先掘到面頭 不然可以不用掘到面頭 OK 你隨街 都可能會在面頭找到這些礦物 特別呢 如果你想省水省力的話 找山上面 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就是山 這些山 特別是這些再高的山 石山 它通常會有更大的機率 是會找到煤 那麼呢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輕鬆地拿到一些燃料 而不用用 不用用木 因為這樣炸木 也挺小的 其實我們好像進了樹林 但是 它好像還沒有Cobra的跡象 嗯 先看看 再看看 嗯 轉了一隻石頭 但是 好像Cobra的機會都是比較渺望 我們繼續去看看 我們繼續去看看 這是木棒 好 然後 嗯 對了 那我剛才說到哪裡了 對吧 在盒金方面 它有分六個層次的盒金 即六個層次 分別就是銅 即最低級的一定是銅 還有這個呢 我現在做這個 是第二級的 還有這個呢 是第二級的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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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失敗了 剛才 剛才的電話響了 OK 那我們就應該要儲齊了 那我們就可以回去 那 先說回剛才的金屬分類 金屬就有分六個層次 六個層次 六個層次 分別就是 由Bronze 不是 分別就是由Cobra 那Cobra就是 我們現在手上拿著的 我什麼時候有 這麼多銅 啊 這麼奇怪 好害怕 不要緊 嗯 對了 那我們有六個層次的金屬 首先由銅開始 然後到青銅 這些 還有我們待會做的 Black Bonds 和Bismuth Bonds 即是秘銀 青銅 都是屬於 第二層的 那第三層呢 就是鐵 鐵呢 鐵呢 鐵是一種的 那種呢 我們做的就是生鐵 英文是ROT 然後呢 啊 下一層呢 就是我們叫做 鋼鐵 那就是鋼鐵的年代 那我們就 有一個普通的鋼鐵 然後呢 可以再升級到一個叫做 Black鋼鐵 那就是第五層 那到最後呢 有一個叫做 Red鋼鐵和Blue鋼鐵 那Red鋼鐵和Blue鋼鐵呢 就是 啊 就是 啊 就是 關於 它不同 它不同顏色的鋼鐵 就有不同的耐久度 和不同的屬性 比如 紅色的鋼鐵會比較好 藍色的工具 會比較好 所以 Terminalcraft 暫時只有六種層 的鐵 我們玩完之後 應該 應該都 挺愛的 所以 我們之後再說 我們現在 就在Tier 2的鐵 鐵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下去了 我們有沒有走錯路呢 看 看 看 好像走錯路 嗯 有沒有走錯路呢 沒有走錯路呢 對 沒有走錯路 不過 我們好像在途中 我們聊聊聊聊 也走得很遠 我們先這樣開著 OK 咦 金屬 那 我們先回家 回家 我們再回來 嗯 好啊 我們回來了 亦都天亮了 那 我們呢 就把他裝回一些 的 把他裝回一些 金屬 那我們就去燒了 那 1 我們夠不夠金屬呢 應該是夠的 看看 嗯 咦 咦 我們應該夠金屬可以增 夠不夠呢 做兩個 好像 可以 是不是 不行不行 還沒夠 那算吧 我們先做一個Polpig 那 就是我們這樣 開一個Crematic Vessel 拿6個TetraHead 拿10個Unit 然後拿2個Silver Nugget 然後拿2個Gold Nugget 咦 對了 這樣 這樣 就100 那就可以燒一些黑銅 出來 那我們先找一個洞在哪 咦 咦 剛才那個洞呢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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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然後再拿2個稻草 好 然後 然後再這樣 這樣 2 3 4 5 7 8 然後再斬樹 那 我們做完這個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找我們第一個的礦物 之前也說過 這個Turn from Craft 裡面新成的礦物 爆了 再做一個 咦 怎麼做的呢 啊啊啊 記得了 這樣 然後就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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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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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爆 然後這樣 這樣 會出來 應該是這樣的 這樣 這樣 對了 對了 那 那些礦物呢 它是不會這樣 那些礦物呢 那些礦物呢 它是不會像普通的Minecraft那樣 那樣 那就可以 你到處一個地下 你就可以找到礦物 但是呢 其實是好像真實一樣 是一個一個礦物 一個很大的Pocket 這樣生出來的 那 所以呢 它就是 要拿那個 金屬探索器 但其實叫Prospector Pig 那就可以去找的 對了 那我們就燒這個 那就可以去弄一下 那就可以去弄一下 1 1 2 3 4 5 6 7 8 1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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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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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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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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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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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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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ina這個就遲些才會有用的 我們就抹下它先吧 OK 那我們還有些什麼呢 嗯 嘩 好大 好大的抗物 Sorbiter Sorbiter就是鹽 Sorbiter其實也適合我們 Nignite 嘩這裡 好多抗 Ferigash Sample of Nignite 喔 Nignite真的是鐵 Nignite是不是鐵呢 我稍後再查一下 Nignite是不是鐵 然後呢 嘩 嘩 很多狂 因為呢 我們最初我們一起玩的時候 一開始 我們到處 是沒有什麼狂 但是這裡呢 是極多 嘩 我們都知道要走 走 全部都是Find of Avengers 不要緊 我們 待會 會 Sorbiter就 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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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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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斌 嘩 嘩 這樣掛下去 差不多掛到3個屋的屋頁 如果一開始有一個非常小的敷衍 大概就不一樣 因為要看看礦礦生成的地方 究竟是比較地底還是比較地面 但Kelorina這種礦物 只會用後製作鐵紅 所以我們應該不會太深 因為不是鐵 鐵就在更深的地面 所以我們就能找到 一個很大的礦礦生成的地方 就會找到Kelorina 就可以掛出來 然後掛出來之後 就會拿到這些礦礦 其實礦礦的圖片是很大的 我們就知道 其實所有礦礦都是這樣 特別是有分大小的 例如我們最常見的金屬礦 是分... 我們先放一放火把 如果平時的火把 平時的金屬 不會有這麼大的袋子 它的尺寸在Wiki上面 就是中間的尺寸 那這些Kelorina這些輔助的礦是大大小的 所以就不用掛得那麼辛苦 或者什麼 這樣呢 我們可以在這裡再掛一個掛 那我看看掛完之後 回來有多少 那我就回來再跟大家說一說 那我就掛了一會 那我們先看看我們有多少 我們已經有32、41個Kelorina 還有這裡 一整缸的Kelorina 那其實呢 你只要找到一個礦物 你只要好彩 那真的附多點阿婆過馬路 你很人品的話 是不是應該呢 你就會好彩地找到很多有用的東西 那也是找到很多你平時會用到的東西 那還有呢 你看到呢 其實這個礦物呢 其實還是很大的 你看到呢 還有這麼多都沒有掛 那後面的預計呢 應該就會有更多 你看一下 掛過去越掛越多 你看到這裡還是非常大的 Kelorina 上面就知道它還有很多的礦物 如果它沒有的話 你應該會有很多的抗傳量 你應該會有一個大量的 就是一個大量的 然後一個小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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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掛著這麼多 因為現在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說是沒有什麼用的 可以記住我們在這個倒數屋的樓下 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可以上回去了 那我們上回去之後呢 今集就到這裡 下集呢 就跟大家去找銅礦 開始去找銅礦 去找銅礦 去找我們一些要弄合金的礦 那我們弄完之後呢 大概弄完之後 我們就會回去跟我們 一群朋友一起玩 好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